妳是第一棒 好 會副代表 那我先介紹這一瓶 這一瓶其實它那時候 剛進台灣的時候 萬人空巷 真的 它週年慶的時候 它有譬如說大包裝500ml 搶到死500ml 是身體乳液嗎 沒有 它就是它的甜乳霜 它標榜 它在極地 你用 你都不會覺得皮膚很乾 這一瓶很大 這是250ml的 因為我覺得500ml 可能要用太久 然後跟身體一起 我有一些朋友 那500ml要多少錢 500ml 五萬左右 五萬 當時在 它其實是1999年進來台灣 而且它那時候一開始 只有一瓶 整個櫃就只有那一瓶 你就看白滿的 滿滿的乳霜 然後中間一個海藻的主視覺 就這樣子 然後當時大家 很多消費者或很多品牌 就想說這會賣嗎 對 就只有一瓶 就沒有想到隔年 就2000年的周年金 就是百貨公司最大檔的 怎麼樣 他們搬到頂樓 PANCO PANCO 大家 就它沒有配貨了 我跟你說 真的假的 真的 20年前 有錢買不到 就在配貨了 真的 可是它那時候會 我來用看看 來 我跟你講 它的用法真的很特別 它標榜 它只要一點點 它要溫度 然後它要用你身體的溫熱 用手的溫度 它還跟你說你不能這樣抹 你要用拍的 你要再長一次 用溫度讓它融化 是 然後它的分子才會四方出來 然後你要穿手機 就這樣 你手好冰喔 然後就 你知道你 這裡好像冰箱 怎麼會 然後要用這樣子 我穿這樣子 按壓的方式 用拍的 不能用這樣滷 按壓的方式 先輕壓 對 然後去感受一下 它融到你肌膚的感覺 那這一瓶呢 其實你一定要用它的方法 來試 來塗 你才會感受到它的功效 可是它最傳奇的地方 當然還是在於 它沒有什麼味道 它沒有什麼味道 它是海藻提供 有 它有一點點 好啦 這一瓶真的所謂的 療效型 功效型的萬元乳霜 可是它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去世界各地 尤其是北海道 零下快要20度 那皮膚都乾到 那個都 裂開 對 可是臉完全毫髮無傷 晶瑩提供 就靠它嗎 真的 超厲害 你們如果聽了它的品牌故事 就知道為什麼它怎麼能 那妳來說 說說 說說故事 好 其實這個品牌 它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品牌的創辦人 就是Dr.Max Huber這個博士 他本來是一個太空科學家 但是他再一次火箭燃料的 對 爆炸 他灼傷了 他的灼傷是非常嚴重的 化學性灼傷 是臉跟所有身體的皮膚都毀了 就是完全變形了 你知道我們的肌肉一旦變形 是沒有辦法再工作 你就沒有辦法正常運用 可是他就想說 我不能這樣子 我一定要讓我的身體 是還可以正常運作的 他就以他太空科學家的精神 去研究一個可以讓他的皮膚 恢復到原本樣子的一個秘方 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他希望 所以他開始投入研究 在當時的年代 其實大家很多都在找植萃 但是都是陸地上的植物 還沒有人想到說海裡面的植物 他就在想海藻都活得這麼好 而且在深海裡面 你知道深海裡面那個壓力有多大 是很難生存的 那我不如來研究海藻 然後他就開始花了12年的時間 整整12年 經過6千 7千多次的實驗 終於找到剛剛如雲姐說 他們的那個獨特的專利配方 它叫Miracle Bros 奇蹟精脆 這個就是從海藻醉取的 可是它的海藻也不是 一般你們在吃什麼昆布啊 海帶啊 不是太腫 它是在加州 南太平洋非常深海裡面 沒有被污染的海藻 而且是巨藻 就是非常大的巨藻 深海裡面還有這種 深海裡面的巨藻 不錯 然後從那個巨藻 把它萃取出它的精華 還不是這樣而已 這樣還不能用 他給這個巨藻 聽音樂 照光線 去催化它 讓它開心 讓它開心 對 去催化它 然後終於得到了他們的7千 海藻的同意 沒錯 海藻 海藻 對 得到這個單子可以嗎 然後真的可以讓它這個 幾乎毀容 然後被灼傷的皮膚 恢復到 所以它的修復力非常的好 這也是這一瓶乳霜 最神奇的地方 而且它那個科學家 它還只能一年只有三個月之間 去採那個海藻 因為它要讓它 不能去破壞這個大自然 所以它之所以這麼貴 是因為它一年只有這兩三個月 可以去取它上面一點點 然後去做那個精粹 去萃取 所以它是很珍貴的 它不能一次種多一點 不是 它是天然的 它要在無污染的環境下 那個巨藻 它就是天然長出來的 所以它真的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是非常的珍貴 然後難以取得的 那其實除了如荺姐帶來的這一瓶 因為這一瓶 它正常的尺寸大概60ml 就是大概七八千塊 是 但我今天帶了它 我們剛剛講那個Miracle Bros 已經是很厲害了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它們這幾年發現 當它們在萃取這個精華的時候 它旁邊會產生一些結晶體 那本來大家想說 這結晶體應該沒有用 可能就是廢棄物 然後丟掉 就發現它不能丟 這才不得了 那個結晶體呢 它竟然有原本的精粹 還強五倍的修護力 所以它們把這個結晶體 就放在它們最新的這個乳霜裡面 哇 這一瓶50ml 將近三萬塊 哇 你看 它我們這樣挖一個 就五百塊 對啊 差不多 挖一個五百塊 可是算了 有時候我們喝紅酒一杯就 也是 對 快一千了 對 來你們來試試看它的質 你們還給我吐出來 好浪費 這個是它的挖勺嗎 它的挖勺 好可愛喔 這可以刮臉嗎 對 它就是按摩的 它就直接挖了 你直接上臉 可以這樣 然後那個質地呢 其實跟前面的 剛剛要溫熱什麼也不一樣 你是一插就融合 好滑 好像奶油喔 對 它有一個獨特的 雙導入的滲透科技 所以在你第一次上臉的時候 它會先做第一重的導入 但是什麼時候做第二重呢 在你睡著之後 它會在你睡著之後呢 啟動第二層的修復 所以這一瓶真的滿充分的 它的味道每次玩都不一樣耶 可是我覺得它的味道 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就是那種層次 一層一層的對不對 好貼心喔 有點南鄉耶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些呢 所謂的萬元頂級乳霜 它的價值真的不只是功效 它會讓你在所有的感官上面 都得到滿足 還有這一瓶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有魚子醬 魚子醬其實就是保油的 我認為它是天然的 最好的一個產品 什麼叫保油 除了補充水分 像玻尿酸什麼那些之外 我們還是要有油脂 對 然後像它的乳霜 我覺得它就是有 很濃郁的那種 很奢華的那種 像我們在吃魚子醬的那種香味 有魚子醬的味道 對 然後它其實就是 很容易推開 它質地再軟一點 對 很舒服的感覺 那我今天我手上也有一瓶 但是是這個月剛推出的新版 這個品牌是瑞士的一個品牌 那當初這個創辦人 他其實是在瑞士一家抗老 受傷 他是一家抗老療養中心 他是一位醫生 然後他當時在1931年 他為什麼會有名 是因為在那個年代 有一個婦女 她生了很嚴重的病 然後當時所有的醫生 都放棄要拯救她 覺得她就救不了了 可是那個醫生就說 給我機會 我來試試看 他就用了當時很珍貴的 可能大家還不是那麼熟悉 叫細胞療法 救了這位女性 所以他就把這個細胞療法 這個理論 就推出了這個品牌 所以這個品牌其實一開始 它最著名的是細胞療法 對 然後一直到 又過了幾年之後 他成立品牌 他就覺得說 我想要來做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就找到了魚子 這個魚子 也不是一般我們所吃的魚子 都不太一樣 它是在瑞士阿爾卑斯山 養殖的魚子 在鱘魚 然後鱘魚還不是一般 隨便你可以碰到 這是我們吃到的 金龍魚嗎 它不太一樣 品種不太一樣 不鱘魚 好吃 太多想到吃了 鱘魚很大隻 對 它很大隻 但是它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說它在阿爾卑斯山 怎麼可能 鱘魚 這個鱘魚它養殖的水 是 阿爾卑斯山的高山泉水 還不是一般的水 然後這個泉水 還不是你容易取得的 因為它要三四個月才會流出那麼一點點 對 然後經過了每一層岩石的過濾 所以它非常的純淨 那那鱘魚有聽音樂嗎 它沒有聽音樂 它聽大自然的聲音 對 它沒有聽音樂 所以它的那個 飼養它的水質就非常的好 所以它產出來的魚子 就很純粹 很珍貴 可是魚子有一個特性 剛剛你們在抹這一瓶的時候 你們現在來抹它的新款 然後鱘魚魚子的一個特性就是 它那個魚子有非常豐富的胺基酸 你知道我們人需要的胺基酸 才會讓我們皮膚漂亮 我們有20種胺基酸 但是呢 魚子裡面就有18種 所以它就可以滿足我們 吸膚需要的東西 然後它還一個特性就是 它清水又清油 不太一樣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瓶的吸收力好像很好 對 因為它清水又清油 所以它會一下子就被吸收 對 這是它獨特的地方 味道也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品牌呢 是目前在瑞士唯一被認證 它可以去百分百萃取 那個鱘魚的魚子 而且留住它百分百的活性 只有它們家可以 然後他們還把那個萃取精華 也把它做成大 中 小 不同的分子 就是細分到這個程度 做了完美的搭配 所以讓它在對皮膚的作用上面 可以再更精準一些 那這瓶多少錢 對 多少錢 這瓶呢 一萬九千多 大概快兩萬 老師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譬如說我是吃素的人 我就不能用這種東西 如果你的信仰裡面 真的 有些會有 很 很 你很廉承 那可能就會比較不厭力 你可以用海照的 對 聽音樂的那個海照 你可以聽音樂的那個海照 對 對